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这一节我们都很熟啊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真的也算是一种无忧无虑啊 像人家形容的在地如天 再加上另外一处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呢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腓利比书四章六节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熟 似乎一个所谓有信心 灵性美好的基督徒 如果真的做到刚才那两节所说的 是不应该有忧虑的 可是当我们这么想之后 可能有更多的同龄 就会陷入更大的自责跟忧郁当中哦 奇怪 这两节不是要释放我们的吗 我告诉你们有多少基督徒被这两节折磨到很忧郁啊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都是对神充满盼望的 常常亲近祂 仰望祂 也乐意努力遵照神一切的话语来过日子 但是有多少基督徒 不要说基督徒啦 我们台湾传道快一百三十个 这一百三十个传道里面 有谁能够过到每天无忧无虑啊 我这样构成是 希望这个录影不要传回台湾好不好 诶 那如果无忧无虑的话 要干嘛常常要聚集开会啊 还要紧急会议 大家能够听出小弟的意思来吗 是我们灵性不好吗 因为灵性好的应该谢给神 灵性好的应该一无挂虑嘛 是不是 那我问大家好 刚刚这两句话是出自于哪一个人 你如果说出自基督那也对啦 一切都是圣灵启示的嘛 没有 我是说出自哪一个地面上的人啊 保罗 对不对 腓立比书也是保罗写的书信 那那个彼得前书是彼得嘛 好 那我们先记得那个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哦 好 我们现在来看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 Let us turn to 2 Corinthians 11 verse 28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 1 Corinthians 11 verse 28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二十九节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Amen 诶 你 到底保罗讲的哪一句才是对的啊 保罗在腓立比书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应当一无挂虑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如果有录音的话 保罗就惨了 因为他在某另外一个场合 对另外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说他自己怎么样 你们看那两节 挂心的是天天压 不是挂在我身上哦 是压在我身上 你说重不重啊 还有说 他很焦急耶 有谁能够做到一无挂虑又很焦急的 这个是不是叫做人格分裂啊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怎么谢给神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不然就会产生很多弟兄姐妹有的问题 很诚实地告诉我说 传道 我跪下去祷告的时候 谢给神 阿们之后 那个蛋子又回来了 我想太平洋教会可能连性很好 没有听过这一种的啦 我在台湾常常听到 那样很诚实 很常祷告的人才会跟我讲这种话 那难道我当船到底要勉励他说 你不要吃饭 不要睡觉啦 不要休息 24小时祷告就没有蛋子了 不是啦 其实我们刚刚所读那个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的那个 一切的忧虑的忧虑 这个字啊 跟刚才我们读到保罗说 他自己很焦急的焦急 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哦 原文是同一个字哦 所以难道保罗 他做不到彼得的境界吗 把心中所担心的交给神吗 我想不是啊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请看旧约圣经撒摩尔记上三十章第一节 小弟第一节 读到第六节 第一节第三日 大卫和汉跟随他的人到显格拉 第二节 亚马利人已经倾夺南地攻破喜格拉 用火焚烧 第二节 第二 卤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 都带着走了 第三节 第三 大卫和汉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 不料城已经烧 城已烧毁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卤去了 第四节 四 大卫和汉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 直哭得没有力气 第五节 大卫的两个妻 耶稣列人 亚西暖和坐过拿巴妻的加密人 亚比该也被卤去了 第六节 大卫甚是焦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 大卫却倚靠主他的神 心理坚固 Amen 好 这个故事的背景一到五节我们看到了 不再说了 注意第六节 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 其实不矛盾啊 因为第六节才是我们一般人正常的反应啊 可是如果我们很单纯的 很肤浅的去理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新约纳两节经文 你会做基督徒做得很不快乐 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一无挂虑的境界 觉得这个才是灵性的美好 对不对 我们一辈子都希望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 可是天哪 我怎么好像永远都卸不掉 有没有发觉这样子 于是我就自己判断我自己是个不好的基督徒 是个灵性永远有缺陷的 然后心道怎么样 心道连传道都会犹豫症 我平安心说诚实话 台湾的历史上传道有忧郁症啊 为什么圣经这些 我常常在教导别人的 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啊 其实不是做不到啊 你看那个第六节 大卫他的心理状况 他遇到这种事情啊 实在是 还有比这种事情更苦更急的吗 家人财产全部被夺走了 对不对 生死未苦 甚至旁边的人都气起来想要拿石头打大卫啊 好啦 大卫心里很急 可是最后却说 他倚靠主他的神心里坚固 他一边很急 一边心里越来越坚固 诶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照着我们的想象 应该坚固了就是不急了嘛 不是 他依然很急 这个状况 经文没有说解除哦 可是他倚靠神的心 却越来越坚固 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 Let us turn to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12 to 13 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跟十三 Philippians 4 verse 12 to 13 十二节 我知道怎样处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十三节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保罗得了秘诀哦 所以我希望这一节短短剩下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 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谢给神的秘诀 我们问问看什么叫做生命中的重担 当我们觉得生命中有重担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处理 总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说 所谓神的荣耀跟帮助 就是神必须把我生命当中的重担完全除去 这种状况尤其特别发生在某些信徒家中有状况或身体软弱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批很有爱心的信徒一直在帮他祷告 那我问你们猜猜看 这一批信徒他们祷告的目标是什么 为了那一个身体欠岸或有状况的同龄 祷告的目标是什么 祷告的目标是希望神的荣耀临到那一位同龄身上啊 能够改善他们看得到的问题 甚至那个问题能够消失 对不对 好 那神有没有 神可不可以做得到 神做得到 而且有时候也显出这样的神迹 大家有没有发觉 更多的例子是神好像没有显出这样的神迹 所以这一批很热心的同龄 就会产生疑问啊 甚至来告诉传道啦 传道是不是我们教会代导不够 我没听过 不要在太平洋啦 太平洋没有 我不知道啊 传道是不是我们教会代导不够 是不是我们爱心不够 为什么主的神迹越来越少 我告诉你们 这一批弟兄姐妹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 这个很糟糕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 这个很糟糕 他们很有爱心 热心 他们完全误解了 他们完全误解了神的应许 是什么 我们在假设 我们就是那一个生命中有重担的人 当我们觉得很沉重的时候 我们巴不得 神把我们的重担完全拿走 但是我们有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吗 这些重担难道不是神允许一直放在我生命里面的吗 好像这个重担我觉得很重的 就是魔鬼做的 是这样子吗 我在问大家 神没有允许魔鬼放得了重担吗 你们觉得神这么无力吗 我不知道别的神怎么样 我的神是魔鬼要做的一切事情 如果神没有允许的话 魔鬼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神是不跟魔鬼战争的 战争是我们人 他比魔鬼高太多太多了 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期待 有这种认知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迹或恩典 就是把我的担子拿掉解决才是 如果这样子 接下来的经文就很奇怪哦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有没有看到 这里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哦 我们继续看第五节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所以每个人生命里面有没有自己的重量啊 圣经有说到所谓的恩典 那如果照这两节发展下去 就是完全没神迹 完全没恩典才对哦 因为这两节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在用心体会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重量 一定会有担子 可是我们就期待没有担子才是恩典才是神迹 这就很大的矛盾啊 那小弟在解释什么叫做重担 重担指的是我们在情感 心思或灵里面 有沉重的压迫感 这种感受让我们觉得痛苦 快喘不过来 那我一讲 大家有注意到我讲的重点是在心跟灵里面啊 不是肉体跟环境哦 也就是肉体上再重的病跟缺陷或环境里面再大的困难 都不一定会形成重担 我再解释一下 除非这个东西转化成你心里面很难受的一个障碍 除非这个东西转化成你心里面很难受的一个障碍 小弟举个例 你看到有些人可能只断了一只手或缠了一只眼或断了一只脚 他可能就成天懒散自暴自弃 连工作都不太想去找 有没有看过 可是有人啊 一出生的时候根本都没手没脚 他却成了画家 却成了演说家 还到处去勉励跟鼓励那些好手好脚的人 有没有听过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你身上或者生活当中所遇到的 关键不在那里 在你的心里面啊 当小弟说到这里 有些人会说 你又不像我失去过所爱的人 你不知道我有多悲惨的过去 你又不是我三天两头跑医院半夜痛到醒过来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或许不能够完全体会到你的痛 但是你相信吗 主耶稣一定体会得到 我们刚才提到了保罗得到秘诀啦 这个秘诀 一方面又能够让他一无挂虑 一方面又能让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 很奇怪 对不对 那是因为这个秘诀是 你必须要清楚认识神的旨意 你才不会有错误的期待 也不会自我伤害啊 我们来看诗篇55篇22节 诗篇55篇22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主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Amen 这一节也是呼应新约里面的经文哦 重担谢给主 来 现在我要教大家的 那你要怎么谢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怎么谢 我们期待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才是关键啊 好 我们来看啊 后面诗篇68篇19节 68篇19节 注意哦 这个很关键的经节哦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Amen 这里说我们重担 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 有没有看到 诗篇19节 你注意哦 整本圣经里面都没有写说 神要一次完全移除我们的重担这种经文哦 没有 那你会说 传道 那我们应该期待神一次拿走吗 你可以期待 但那是特殊的恩典 可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方向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要解释一下啦 比如说你心中觉得很有一个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已经求了一年 想象一下 前天主答应你的祷告了 把这个问题一次解决掉了 前天的时候啦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请问你昨天是感谢还是继续祈求 前天就一次都把重担拿掉了 你昨天就被感谢了嘛 对不对 那昨天跟今天主还要跟你一起背吗 就拿掉了就不用背了嘛 有点乱我在讲 我继续讲 如果昨天你的祷告被应允了 一次把你的重担拿掉了 今天主还需要跟你一起背吗 这样能够理解吗 那这一句经节就有矛盾 就不对哦 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祂是要天天背负我们的状况 天天跟我们一起背 你们有听懂吗 也就是更多数的状况是 神从来不想一次就把你的重量全部拿掉 不然就不用天天跟你一起背啦 能够理解吗 那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 还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能够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十字架的好基督徒吗 那背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很舒服的吗 如果你试的话你是被虐狂啊 被虐待的 喜欢被虐待的人 我想不是吧 我们大家背十字架都跟耶稣一样会觉得痛苦很难受 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你们还记得这一节吗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五章 五章的十一节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歌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有没有看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你要做一个符合神期待的基督徒 你就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所谓的十字架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 你不想接受也不愿意面对让你讨厌的东西 这样理解吗 所以天天跟我们一起背啊 圣经从来是告诉我们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的期待 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以至于我们心中充满了怨言又不敢讲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那种很特殊的恩典 那种一次解决的恩典常常被见证了 有 但是那是为了证明神的道跟神的存在 不一定会普遍临到所有的基督徒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更普遍更多的恩典 就是神天天跟我们一起背 让我们背得起来 这样大家了解吗 所以不要再认为自己是很差的基督徒啦 我知道大家不是假谦虚都是真谦虚啊 都认为自己不是很好的基督徒 因为我做不到一无挂虑嘛 不对 那个一无挂虑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连想都不要想 担心都不要担心 不是的 因为连保罗都天天担心 他自己讲的啊 但是我跟你保证喔 保罗天天担心 他吃得下 睡得着 生活照过 你能理解吗 这就是他拿到的秘诀 让他能够继续 因为他知道耶稣跟他一起背 所以所谓的一无挂虑 不是说 你担心到 into anxiety的程度啊 我进入那种焦虑 中文焦虑 你晓得吗 好像火把你烤焦的感觉 什么叫做烤焦啊 就是 你整天想 想到 吃不下 睡不着 身体不平安 哀声叹气 没办法生活工作 你随便烦恼了 看懂吗 一无挂虑的原文是 不要进入这种状态 那就太糟糕了 神答应我们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节 再来体会 最后我们做个结论啊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Amen 体会一下哦 这个出路就是 你觉得很奇妙 明明这个人就病得这么厉害了 他还每天来神前面祷告 看起来好像他的祷告 没有蒙应允 因为他的身体 越来越差 因为他遇到的阻碍 越来越大 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那这样有什么恩典呢 神迹在哪里呢 这种根本不应该出来做见证 不对啊 这才是圣经里面最多的见证啊 你们有没有发觉 不管是哪一个使徒或闲职 都是这种状况 他们的路从来就没有好走过 你们有没有发觉 他们的阻碍越来越多 甚至 好像不要这样 有些弟兄姐不能接受 我们就不要讲了 反正就是很困难啊 可是在这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 有没有 可是神的恩典 不是给他们一条 最平坦的道路 毫无困难的 不是这种恩典 而是在越来越多的困难 跟挑战当中 他们很奇妙的一次一次通过的 而且有力量继续走下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照这种标准看起来 你们很多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啊 你能够理解吗 我不是说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你们祷告到这么久 好像都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 你们还继续来祷告 好到其实你本来期待神 一次把你的病解决掉 你的身体越来越差 你现在还是来参加联恩会的 你现在还是来祷告 这是很好的基督徒 因为你现在终于懂了 原来所谓的义无挂虑 不是一次神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掉 而是祂天天跟我们一起背 让我们背得起来走到会堂 能够理解吗 如果你听得懂这个讯息的话 等一下你要大大赞美主 感谢主啊 哦主啊原来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还能拿到你面前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 因为你从来不是答应我们一次把我们的中担拿掉 你们个人要担负自己的担子 还记得吗 加拉太书六章五节 可是即使我现在觉得有这么多的苦 这么多的难 我现在依然来到这里了 这是你的恩典 这是你的力量 你如果做到这样子 你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非常好 好吧跟保罗一样 使徒一样 教会的事情 天天压在我身上 可是他从来没有离开主 这是因为主跟他一起背负 我们讲最后一个经节就好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这个经节我们也很熟 二十八节 凡劳苦丹众淡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有没有我们步道会跟传福音常常印这一节啊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只印这一节 目道友跟我们都会有错误的期待 因为他们会把后面这个得安息想象成是一次性的神迹 理解小弟的意思吗 我带着我生命中的患难跟问题来到神面前 期待神一次把它解决掉 这个叫做得安息 那这样子又回到我们刚才花了近三十分钟讲的老问题上面 你现在觉得这样对吗 这种期待对吗 我说过 你可以这样祷告 可以这样期待 但是那是 为数很少的sign miracle 是做记号用的 因为我们通常不讲后来这一节步道会 可是其实接下来这两节才是key point 关键 那个得安息不是一次解决问题 而是后面这个方法你要做到有方法的 我们来看二十九节三十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 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三十节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好我们看二十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两个秘诀 你要得主耶稣的安息 你这两步要先做到 第一个叫做父主的恶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起誓我们 祂是要跟我们一起来背的 不是要拿掉的 有没有发现 要负恶啊 那我在解释 因为时间不够 什么叫父主的恶 以属灵来解释是什么 你要开始去认识耶稣 去了解祂的教导 然后这样子会有一个结果 你要下决心 要愿意跟主做一样的事 愿意跟主有一样的思考模式 愿意跟主一样有他的这样的意念跟立志 说主的话做主的事想主的事 这叫做父主的恶 这样能够理解吗 这样还不够 这样你的安息只得到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的安息要怎么得到第二点 学我的样式 学这个字很重要 学啊 我告诉大家 以前我在要被安逸为传道之前 我们长辈说 你要趁现在求恩赐啊 那时候在台湾总会 我们八个跪着要被安逸 一堆长老来帮我们按手 我忘记是承认到张老师哪个 张老师说 那个赶快你要求那个恩赐 分享到你身上 那个常常会有神迹啊 我告诉你 真的我就拼命在 我不晓得谁来按我的手 我说主啊 请把他的恩赐给我 主啊请把他的恩赐给我 让我能够好好牧养跟宣道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不叫学 这个叫做恩赐 你懂吗 我跟大家解释什么 叫做学习 学啊 学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需要时间的 有没有 任何学习都会需要时间 不管你学多快 需要时间 第二个 你要学得好 必须不断的练习 一直到你很熟练为止 才变专家 知道吗 任何一个专门技术学科 一定都有实习的过程 有没有 好了要结束了 所以 我们要得到主耶稣那种安息 第一个要负他的饿 第二个不是说 我想这么做就可以做得好的 需要一段时间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才能变成那个样子的 当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受主耶稣的安息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哦 这是主耶稣对那些背担子的人说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背担子 我有背担子 我前天感谢主跟我们一起背 所以我现在还正在这里讲道给你们听 我继续要付主的饿 还继续在学当中 希望我们这样知道 这样叫做谢给神 这才真正叫做谢给神 时间关系 我们就跪下来做简单的祷告 做个结束 然后再休息一下 请同心祷告 现在我们一起准备 我们一起准备 祝福 我们一起准备